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丰子凯自述我的这一生》 丰子凯是我国近代艺术史上最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家之一 有中国漫画之父之称 其实除了画漫画之外 丰子凯还会写散文、会拉小提琴 翻译和出版过很多文学音乐方面的书籍 是个对中国近代美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人 很多人喜欢看丰子凯的画、读他的文字 说他是一个像大人一样生存、像小孩一样生活的人 但其实,丰子凯的一生很艰辛 他少年丧父、中年遭逢战乱 眼看着自己的家在炮火中变为废墟 被迫带着家人四处逃难 晚年也经历种种磨难 最后在病苦中去世 不过尽管如此 他的作品中却始终有一种天真活泼、敦厚平和的气质 让人看了满心欢喜 他说过 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 也不是无钱人的世界 它是有心人的世界 那么丰子凯是如何在乱世中安放心中的事与物 在磨难中保持一颗天然美好的童心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丰子凯自述》 《这一生》这本书 了解这位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丰子凯生前并没有写过专门的个人回忆录 一些爱好和趣事 好,我们就先来讲《丰子凯》的人生经历 1898年 丰子凯出生在浙江省东北部的一个叫石门湾的小镇 他把这里称为安乐之乡 说儿童时代是自己人生的黄金时代 那么他的童年和故乡到底是怎样的呢? 经杭大运河流经杭州北部时转了个弯 这个转弯处就是丰子凯的家石门湾镇 这是一个家家有余户户有米的富庶小镇 丰子凯说 家乡没有一块荒地 到麦之外这里四十蔬果不绝 风味各蔬 尝到一雾的滋味可以联想一记的风光 丰家的房子就在运河的旁边 这是一个大院子 分为染房和住宅 染房是家族生意 规模不大 叫做风同育 意思是风是家族共同富裕 风子凯一家和亲戚们一起住在这里 这种大家庭的集体生活 给风子凯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他说 大人常一起包包子做点心 孩子们则在旁边尽情玩闹 连打架都是开心的 有一次在和一个哥哥抢点心的时候 风子凯磕破了头 额上留下了很深的疤 他把这个疤痕称为梦痕 并在书中写道 谁说疤痕是缺陷 我现在还能因此热烈回忆起神情活跃的哥哥 和那些兴致蓬勃的玩意儿 这是我儿时欢乐的佐证 我黄金时代的遗痕 虽然家里开染房 但风子凯的父亲对家族生意没有什么兴趣 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科举考试中 成为石门湾镇的第一个举人 不过因为石局的关系 风子凯的父亲一直没能进入官场 只是在当地开了间私塾教书 但也非常光宗耀祖了 风子凯说 因为父亲的原因 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被尊称为少爷 甚至去店里买东西 都能得到商家额外赠送的零食 只不过好景不长 父亲去世后 这种礼遇就消失了 父亲去世时风子凯九岁 虽然父子缘分不长 但却深刻影响了风子凯的一生 父亲是风子凯的第一个老师 风子凯也是父亲私塾的第一个学生 风子凯读书写字的基本功 都来自于父亲的教导 而且父亲身上那种 读书人对生活仪式感和美感的讲究 也让风子凯记忆由深 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讲父亲吃螃蟹的事 比如桌子必须在月光下 从剥壳 蘸条料 搭配米饭 都有一套很讲究的程序 他说 现在回想起来 这样吃的滋味真好 父亲去世后 风子凯的母亲 扛下了家庭内外的一切事物 不同于父亲的情趣和风雅 风母是一个能干 务实和坚强的女人 虽然家里有祖传的染房 但她一直希望风子凯可以考取功名 她始终留着丈夫参加科举时的笔墨 非常严厉地敦促风子凯读书 直到风子凯33岁时 在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中 她还说 瞻望母亲的画像 对于她口角慈爱的笑容 觉得十分感谢 对于她眼睛里严肃的光辉 觉得十分恐惧 不负母亲所望 风子凯的书读得很好 还在当地的儿童杂志上 发表过四篇预言 其中一篇 她讲了一个捕兔子的猎人 因为被一头鹿吸引 放弃兔子去追鹿 最后吐鹿两尸的故事 在这篇预言中 她写道 贪心意气 每一失败 寄予少年 勿学猎人 不过 比起读书作文 风子凯最喜欢的还是画画 她说 我从小就喜欢看 天上的云 墙上的台痕 桌上的器物 别人的脸孔 我的心会跟着这些线条和浓淡活动 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情绪 就像口需要粮食一样 视觉需要美术 看多了 她就开始画 在课余时间 偷偷摸摸的 临摹父亲藏书中的插画 花灯上的图案等 不过 她的这个秘密行为 很快就暴露了 有一次 有两个同学 为争抢风子凯的画 大打出手 被老师发现 但老师并没有因此 没收她的纸笔 还让她画了一张孔子的像 挂在教室里 供同学们礼拜 给她起了个小画家的绰号 这件事 大大鼓舞了 风子凯对画画的热情和信心 但是风子凯真正把画画 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去学习钻研 要等到她去师范学校读书 遇见老师李淑彤之后 在风子凯17岁那年 她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时中国少有的文化艺术学府 名师慧翠 中国文艺史上重要的人物 比如鲁迅 朱自清等 都曾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但是风子凯的学业 是从惶恐和反感中开始的 这个第一次离家求学的乡村少年 很不适应集体宿舍的生活 厌恶校规的管束 更对学校为培养教师所开设的教育类课程 没有丝毫兴趣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遇见两位老师 一位是她的音乐美术课的老师李淑彤 李淑彤是中国现代音乐画剧西洋画的先驱 后来的佛教高僧 我们熟悉的歌曲《长庭外古道边》 就是她填词的 另一位是社监和国文课的老师夏勉尊 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的大家 夏勉尊对风子凯的影响主要在文学方面 风子凯说 自己的文章是夏先生手把手交出来的 自己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 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 作为当时中国文化艺术领域里 开风气之先的大神级人物 李淑彤看起来十分朴素 他常穿一身粗布袍子 上课永远从义鞠躬开始 又以义鞠躬告别 若是课上有人犯错 他也是私下轻声告诫 比如不要吐痰 要小声关门等等 凤子凯说 李先生从来不骂人 也不责备人 态度谦恭 然而各个学生真心地怕他 真心地学习他 真心地崇拜他 李淑彤的美术课 是从素描写声开始的 他在学校组建了两间石膏模型教室 教学生用石膏写声 还编写了一本石膏模型用法的小册子 这也是最早用中文写成的现代艺术教育专著 在李淑彤的引领下 凤子凯发现自己从小就喜欢观察的东西 比如物体的形状 线条 明暗 竟然可以发展成这样精深的学问 他兴奋地说 我曾以为这些爱好别无何种效用 没想到 我私下的玩意儿 不期也有公开而经先生教导的一日 他开始重新观察周遭事物 特地去买枯萎的大白菜 没熟就被摘下枝头的酸橘子 破损的瓷器来写声 他说 经过长期与石膏的奋斗 我觉得眼前的世界不复昔日的混沌 各种形状 地上的泥形 天上的云影 墙上的裂纹 各种植物的枝叶花果 都对我表示一种态度 那些在别人看来一文不值的东西 在我看来 个个有灵魂似的 绘画的快乐 让丰子凯渐渐疏远了其他功课 埋头于美术 一笔一画苦苦磨练 对于丰子凯的努力和进步 李淑彤都看在眼里 终于在一个晚上 李淑彤对丰子凯说 你的画进步很快 我所教的学生中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 李淑彤平时画不多 声音也是轻轻的 但一旦说了 总是十二分的认真 这几句轻轻认真的话 改变了凤子凯的一生 很多年后 他仍然满怀感激的回忆 正是从这晚起 他决定学画 立志把生命奉献给艺术 从来没有后悔过 在凤子凯跟随李淑彤学画的一年后 李淑彤在杭州出家为僧 成了红衣法师 出家前 他把凤子凯叫到身前 郑重赠送了自己的诗词手稿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长夜戚风眠不得 杜群生哪稀肝胆剖 这句话是李淑彤内心的剖白 表达了自己抛弃世俗生活 选择出家 是为了更好的普度众生 凤子凯把这句话和诗稿 珍重收藏 他暗自决定 老师虽然不在自己身边 但自己要像老师一样生活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凤子凯之后的人生道路 几乎一直追寻着 老师李淑彤的足迹 李淑彤曾留学日本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 凤子凯也去了日本游学 在日本的十个月 他非常刻苦认真 费寝忘食地学习音乐 绘画 苦读日语英语 有一天在一个旧书店里 他偶然看到一幅 寥寥数笔的小漫画 作者用的是西方的构图 加上东方毛笔画法 再服以几句话点题的方式 非常有意思 这种画风在当时并不受欢迎 但凤子凯却很喜欢 他开始效法这种方式画画 他喜欢画充满诗意的事物 比如他画一弯新月 几个茶杯 提上 人散后 一弯新月 天如水 画一个穿长袍的人 站在楼台前 写一句伤感的词 无言独上西楼 他也喜欢画贴近生活的简单图像 配上通俗的大白画 比如他画一棵树后一堵墙 一个小朋友躲在墙后露出大眼睛 配文道 朦朦胧胧露露出孩子黑且大的眼 凤子凯说 漫画就是优美的造型 加上一颗诗词的心 就是随意的画 随心的画 凤子凯的画很快流行起来 通俗的语言 简洁直白的画面 从小商小贩到老人小孩 甚至文盲都看得懂 他把画印成册子 卖得很便宜 以至于澡堂子 馄饨摊上都挂着他的画 这是凤子凯所乐见的事 他说 希望我的画挂在喜爱他的人那里 而不是画伤手里 哪怕一个扫地阿姨 能因此感到欣喜 就是画很好的归宿 这段时间是 凤子凯生活最为平静的几年 他的事业进展很顺利 画画之余 他还同夏缅尊 朱自清等人 一起在上海创办了 开明书店和力达学院 他做音乐和美术教师 1927年 在老师的影响下 凤子凯正式皈依 成为佛门的在家弟子 老师给他取法名 应行 婴儿的婴 行走的行 希望他能够像孩子一样 天真纯善地行走在世上 皈依后 凤子凯遵从佛门的倡导 奉行不杀生和素食的理念 身体力行一段时间后 他更深刻地意识到 生命的宝贵难得 1928年 他决定画50幅 劝导人们不要伤害生命的漫画 为老师50岁生日祝寿 他把这些画称为 互生画 他希望能借由漫画这种艺术手段 唤起人们心中对生命的尊重与悲悯 他认为 这是他能给予恩师最好的报答 但凤子凯平静的生活没有维持很久 1932年 日本人发动128事变 上海等地沦为战场 为了躲避战乱 凤子凯带着妻儿回到老家石门湾小镇 人口增加 曾经的老宅太拥挤 于是 他亲自设计建造了一个前后都有院子的 二层小楼共一家人居住 他给小楼取名圆圆堂 缘分的圆 以此表达对生命无常的敬畏之心 毕竟在乱世中 一个极细微的圆 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 圆圆堂的设计 封子凯很注重空间和采光 力求宽敞明亮 他说 我认为光明正大的环境 适合我的胸怀 可以涵养孩子们好真 乐善和爱美的天性 虽然我只花了六千元建造它 但唐使秦始皇要拿阿旁宫来换 我也不同意 圆圆堂里的世界是美好光明的 但圆圆堂外的世界则是满目疮痍 128事变后 日本侵华的脚步加快 中国大片土地沦为战场 烽火纷乱中 最苦的莫过于普通劳苦大众 这段时间 幽居圆圆堂的封子凯 不断用自己的笔墨 描绘着战乱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他开始创作漫画日本侵华史 准备把从明代窝幻以来 几百年里日本人在中国的恶行画出来 但是就在这本书即将完成的时候 1937年日本人占领杭州 石门湾惨遭轰炸 小小的村子死了一百多人 圆圆堂也在炮火中毁于一旦 丰子凯带着全家十几口人挤上一条小船 仓皇逃离故乡 踏上了万里流亡的路途 这一逃就是九年 逃难的途中 惊魂未定的丰子凯 担心漫画日本侵华史被日军缴获 引来杀身之祸 将手稿尽数丢入河中 但是他并没有因恐惧停下画笔 九年里他不断有作品出版 记录着《邪七代子背景离乡图》中的所见所闻 控诉战争杀戮带来的创伤 呼吁和平与安宁 他画死于空袭的母亲 怀中犹在哺乳 并配文 空袭也 炸弹向谁投 怀中娇儿有所辱 眼前此母已无头 血汝香鹤流 他画一艘坚固的船 说 我恨不得有一艘大船 近在了石门湾的乡亲 及世间一切众生 驶向永远太平的地方 他也开始画祖国壮丽的山川江河 色彩浓历 气势宏大 这在他以往的作品中是没有的 他在以此表达自己对破碎河山的眷恋 1938年 丰子凯流亡到广西 这一年 他的老师红衣法师60岁了 丰子凯在炮火中画了护生画集第二册 60幅画作给老师祝寿 与第一集不同的是 丰子凯的这本画册画的更加优美静色了 全篇没有任何刀枪杀戮的画面 而是描绘了一个和谐自然的美好人间 目睹战火之烈 身经离乱之苦 比起对苦难的描摹与控诉 丰子凯选择在作品中歌颂生活的真善 告诉人们 守住内心的生机与希望 这其实需要画家更广阔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 然而这种美好的画风很不符合当时的主流话语 报纸上常有人批评丰子凯 不为穷人喊救命 却为秦授奖护生 这其中包括他的好朋友 同为李淑彤学生的曹巨人 曹巨人说 护生画集非常荒唐 可以烧毁了 性格一向平和的丰子凯听到后 愤然与曹巨人绝交 他写文章说 护生就是意识到 你只是所有生命中的一份子 最后的胜利并不属于那些以暴制暴 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势力 即使在战争中 人仍然要有一种超越民族仇恨的普遍原则 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真爱 丰子凯的老师红衣法师收到画集 为画册配了文字 并回信道 我七十岁时 请你做护生画第三集 共七十幅 八十岁时做第四集 共八十幅 九十岁时做第五集 共九十幅 百岁时做第六集 共百福 丰子凯收到此信 倍感责任重大 时局凶险 战火纷乱不知何时能平 自己流亡在外 更生死难测 老师同他约定的 是长达四十年的坚守 他担心自己无法完成嘱托 但是施恩如山 又岂能辜负 于是他回了八个字 事受所许 定当尊主 意思是 只要我活着 就一定做到 在护生画集第二册出版后的三年 红衣法师就去世了 但丰子凯始终没有忘记给老师的承诺 1949年 他辛苦漂泊至厦门 闭门三月 完成护生画集第三册 1961年和1965年 护生画集第四册和第五册 在新加坡出版 1973年 文革中 丰子凯被下放到农场做工 中间因患肺病回家治疗 于病中偷偷完成 护生画集第六册的一百幅画 最后一幅画 丰子凯画了一条热汤中的扇鱼 这条扇鱼 头尾都已埋在废汤里 却依然拼尽全力地 把肚子高高地挺起在汤外 因为他要保护腹中的孩子 在这幅画上 丰子凯写了四个字 首尾就烹 一个旧字 充满了力量 或许他要表达一种 即使身处绝境中 也要将腰身挺起 护住自己心中所爱 在这之后 丰子凯肺病恶化 最终转为肺癌 于1975年去世 从1928年发愿 创作护生画集第一册 到1973年完成第六册 丰子凯创作的初衷 是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 但近50年的坚持 不改初衷的 对善护生命宗旨的呼吁 使得这套画册 超越了师生二人的情感 成为一种对生命的责任 也成为贯穿 丰子凯一生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这里 我们就按照时间的线索 读完丰子凯一生的主要经历 了解了他的童年时光 求学生涯 以及在艰苦漂泊的岁月里 创作护生画集的故事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丰子凯人生的另一面 看看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还有哪些有趣的爱好 丰子凯的第一个爱好就是爱孩子 他把自己称作儿童崇拜者 喜欢和孩子一起玩耍 在他的漫画和作品中 出现最多的也是小朋友 搭积木 玩过家家 被先生逼着写作业等等 对丰子凯来说 小朋友的世界 有无限的自由和可能 房子的顶可以拆掉 以便看飞机 睡觉的床可以用来种花草 以便引来蝴蝶 房子里可以住铁路和火车站 在儿童的世界里 他找到了成人世界里 所没有的真诚快乐和自由 他说 孩子是天地间最健全的人 能够看到世界的真相 而不是像大人一样 被各种尘世的偏见 欲望所蒙蔽 我的心只为四世占据 天上的神明与星辰 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丰子凯的第二个爱好是猫 尤其是爱画猫 丰子凯养过三只猫 一只叫白象 一只是叫猫伯伯 还有一只叫阿咪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猫伯伯 这只猫是黄色的 特别喜欢坐在写作的稿纸上 丰子凯说 猫伯伯睡着时 身体仿佛一堆牛粪 正好装满了一张稿纸 猫伯伯喜欢凑热闹 他写道 有一次有贵客来访 我正金威作专心应对 久仰久仰 奇感奇感 好像演戏 不想猫伯伯却跳到贵客背上 我觉得唐突想赶走它 贵客却几口称赞 这猫真好 紧张的演戏就变成了和乐的闲谈 事后 封子凯感叹说 可见猫是一切人喜爱的动物 的确能化岑际为热闹 便枯燥为生趣 除了养猫 封子凯还喜欢画猫 在他的画中 人们喝茶聊天 猫就在桌角睡觉 大人翘着二郎腿读报纸 猫就跳到人翘着的脚上 小朋友一起玩耍 猫则窝在屋顶默默旁观 总之猫一直在人的生活里 对封子凯而言 画中的猫就像世间所有的生灵的代表 与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如同他毕生所作的护生画集那样 这里传达的是他对人与动物的平等心 封子凯的第三个爱好是音乐 封子凯还是中国音乐教育的先驱 他给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音乐家 都画过漫画、写过《音乐常识》、 《近世十大音乐家》、《西洋音乐器子》等书 还编辑出版了《口琴、钢琴音乐演奏技法从书》 致力于把西方的音乐理论介绍到中国 包括叶胜桃在内的很多教育家 都对封子凯的尝试赞誉有加 说这些书籍像给紧闭的房屋打开了一扇小窗 启迪了中国人的音乐兴趣 这些音乐书籍的背后 是封子凯自己对音乐由衷的热爱和积极的尝试 早在儿童时代 他就喜欢唱歌 他说自己的对国家的爱 就是在小时候唱的那些爱国歌曲中建立的 结识了老师李淑彤后 他狂热地学习过一段时间的钢琴 1921年去日本游学的十个月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去音乐研究院学小提琴 音乐让封子凯感受到艺术与美的力量 让他在漂泊离乱的城市多了一个安放心灵之处 其实不仅仅是音乐 作为中国最早一代的编辑 封子凯还出版了很多文学建筑美术方面的书籍 更主持发行了《美誉》杂志 他始终坚信美是安放生命与心灵最好的所在 封子凯的第四个爱好是爱喝酒 虽然三十岁的时候 封子凯就在老师李淑彤的影响下归依了佛门 做了佛教的俗家弟子 并且终生吃素 但是他始终没有割舍掉 一个不被佛门允许的行为就是喝酒 封子凯喝酒有两个讲究 一个是喜欢喝绍兴产的黄酒 很少喝高度白酒 一个是不能求罪 他认为喝酒是风雅的享乐 若是不懂节制 醉到骂人 打架 甚至呕吐 就违背了喝酒的初心 虽然提倡饮酒的节制 但是封子凯也有喝得大醉的时候 比如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 他酒性大发 连着喝了数顿酒 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 欢喜地说 此时不饮更待何时 我的胜利的欢喜豪情是晚上吃酒吃出来的 又比如 逃难途中的一个中秋节 家里十几口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他十分开心痛饮一顿 饮酒大醉 没有赏月就酣睡了 在去世前一个多月 封子凯还在给小儿子的信中 借酒报平安 他说 我每天能喝一斤黄酒 吸一包烟 没事就读读书写写字 打发时间 一切不需要你们担心 但其实 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糟糕 手臂麻木发烧不退 这份谎报的家信 传达了封子凯心中的豁达与乐观 以及对子女的宽慰与爱护 封子凯曾说 我敬仰我的老师红衣大师 是因为他是一个像人的人 做一个像人的人 或许这就是封子凯生命的追求 终其一生 他始终以广博慈爱之心 做至纯至善之化 用艺术的美好与纯真 安顿自己的心 回应人生的磨难